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两个人物呢 大家现在评论起来 一面倒 一面倒就是都倾向于溜庸 就认为只有像溜庸这样的人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书法家 讲翁方刚就是莫守称规 就是亦不亦趋地跟着古人走 没有自己的风格面目 因此值得贬斥 就是这么一个话题 一面倒的倾向于溜庸 这个故事啊 应该说没有正式记载 但是有这么一段传说 说溜庸啊 有一个徒弟 名字叫葛仙舟 我们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啊 名字叫葛仙舟 这葛仙舟呢 既是刘庸的弟子 又是翁方刚的女婿 有一次葛仙舟呢 就拿了一幅啊 葛仙舟 写的长卷 在这长卷后面呢 有溜庸的一个提拔 当时赞扬这个葛仙舟写得怎么怎么好 葛仙舟这个人呢 应该说以领风骚数百年 是一代书法巨拨 他和赵孟甫并称为赵董 那么刘庸也好 翁方刚也好 都学过董启昌 刘庸呢 在董启昌的长卷后边 这个长卷后边 加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拔语 这时候呢 葛仙舟呢 就拿了董启昌这个长卷 也就是后面有刘庸这个提拔的这个长卷 就去见到他岳父翁方刚 出事给翁方刚看 翁方刚看完之后 当然对于董启昌他赞不绝口 但是对于刘庸就加了一种贬语 他对于葛仙舟说 你回去问问你们老师 他后面写这些字 哪一笔是古人的 那个意思的根基钱包 都是写这东西不合法 不合古法 没有古人的笔 而且一笔都没有 就彻底否定 葛仙舟呢 就又拿回这长卷之后 还给他的老师 刘庸 然后就提到了 说我岳父啊 说您所写的这些字啊 没有一笔是古人的 刘庸于是反春相机 就对葛仙舟说 你回去问问你的岳父 他哪一笔是自己的 这是两个极端呢 那么翁方刚说 刘庸 你哪一笔都没有古法 刘庸的说 翁方刚 你哪一笔都没有自己的创新 你完全是一味的古人 你有自己面目吗 我说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那就说 两个人都有偏激的一面 倘若翁方刚写的字 完全没有自己风格 意味的是照抄古人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不足 作为一代大家来讲 不应该这样 初学的时候没有办法 在你成功了以后 而且有一定的年始高龄 而且有很高的声望的时候 你写出字的时候 完全是古人那一套 没有自己的风格面目 这应该是个严重的不足 那么同样 如果刘庸写的字 一点古法也没有 完全是自己的一套 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作为为人子女 我们的形象 言语 表情 等等 身材 一定有像父母之处 但他又不可能完全的 是另外的一个 这个分身 他一定是 有像的地方 有不像的地方 这是符合 一个自然规律 既然 刘庸 也是学习古法出身 怎么会 一笔古人的 这个笔法没有呢 不可思议 翁方刚出那么大的名 大家对 后世对翁方刚的字 赞美有加 怎么可能 完全只是古法 毫无个人风格面目 纯粹是杜撰 瞎编的一个故事 我们从几个方面 可以证实一下这个事 在清代的时候 有四大书法家 分两个阶段 一种说法 就是翁流成铁 把翁方刚拍的第一位 就是翁方刚 刘雍 成 成亲王 铁是铁宝 我当初家里边 这个 没有这个 翁方刚的字 其他成亲王的字 家里有 刘雍的字 也有 而且是长卷 还有铁宝 铁宝只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小时候总临摹 叫词人万度 这不是这哪写的赞语 词人万度 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都被红卫兵 复制于军 那么这四个人 在清代的这个书法史上 是重重的写了这么四笔 那么就在 翁方刚和刘雍这个年代的时候 也有四个人 并称为四节 他们主要的活动时间 就是在千龙和嘉庆 这个时间当中 叫千家时期的四大书家 这四个人是谁呢 刘雍 汪方刚 梁通书 王文志 我们把这四个名字写下来 刘雍的字叫 施安 就写刘施安 大家知道 这个 这个刘雍 我们就不写的 注意这个安的是这个字 刘施安 也号称施安老人们 汪方刚 还有就是梁通书 再一个人就是王文志 王文志字叫 孟楼 王文志 这四位大书法家 说到这儿 我就说几闲话 就是说 我自己 在这四个人当中 我最喜欢王文志的字 这是一种偏爱啊 四个人写的都好 有人就喜欢刘雍的字 有人喜欢汪方刚 我个人的偏爱 特别喜爱汪文志的字 汪梦楼 不管兴书 凯书 我都是感到写的 这个非常对我的胃好 写的非常好 我也学过的很长时间 这四个人 四大书法家 各有所长 如果汪方刚 没有一点自己的风格面目 怎么可能并称为 刘雍良王 没有这种可能性 历史上 哪一位 在册的大书法家 一定都有个人的面目 有的就是更突出一些 有的是稍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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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法上 更多一些表现 我们如果不从概念出发 我们把刘雍 汪方刚的墨迹 都拿来看 你就会看得到 他们俩在行草书 这个方面 各自都有 独特的风格面目 完全不是 传说的这个故事 汪方刚没有个人面目 完全不是这样 写出字了 那就是汪方刚 别人是不相同的 但是起家不一样 汪方刚 是以欧阳荀起家的 刘雍呢 主要是学习的 当然最早也学 这个董奇昌 再更早的 学的是 这个燕真卿 苏东坡 学燕苏二家 他们俩的风格面目 在大字星草书当中 没有特别表现出来 比如说 欧的味道啊 或者是燕苏 大部分都是自己风格 一写到小凯 这个风格面目 就出现了 一看刘雍的小凯写的 十分十分的精道 我是赞不绝口 爱不释手 我看到刘雍写的小凯 哎呀 我是这个了的 写这么好 看他的星草书 是那个样的 这个这个 自己风格面目 比如说写的 比较肥鱼啊 是叫做棉国铁 这种方法 到小凯 明明是燕真卿 苏东坡的风格面目 特别突出 一看就知道从哪起家 到了翁方刚那 一看小凯 虽然他经常写一些个 刑凯类似的东西 一看很多都是 欧阳勋的笔法 就说他们两个人 各自都有古法 同时又各具自己的风格面目 只是呢 刘雍呢 到了这个星草书的阶段 大致的时候 个人的风格面目更多了一些 翁方刚呢 更近似于二王 只是这些东西 稍稍有一点差距 绝对不会像说的 他一笔古法没有 他是一笔 自己面目都没有 这个故事是不可轻信的 田老师 您刚才说了 刚才我讲的一个故事 是不可信的故事 那么后者 就是后人对这个 两位前辈书家 有没有什么评价呢 他们二位书家 他们的一个书法记忆 谁高谁低呢 后来也有很多人 为此抱不平 就是把翁方刚刚说的 保守派 就是为翁方刚 确实抱不平 是有这样的 比如说近人 有人叫马宗霍 这个他写的 树林早见等等 非常有价值 他也论述过 翁方刚和刘雍 当然在他认为 翁方刚的小海 比刘雍雍还好 实际上 我看二人各有所长 但是马宗霍却认为 波方刚更好一些了 你唱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把它写下来 比录 马宗霍论翁小凯云 软小真书 工整厚实 大四唐人写经 其谱 静之静 亦非时安 所能道也 马宗霍的这段话呀 他就指的翁方刚的小海 他说 翁方刚 这个然 就指的翁方刚 然 小真书 工整厚实 说到翁方刚 的小凯 写的非常工整厚实 大四唐人写经 说到他有古法 这说的古法 不能因此 说他有古法 就说他保守 大四唐人写经 其普静之静 普时 安静 庄重 那种境界 亦非时安 所能道也 不是刘雍 所能赶得上的 这看了这段话来讲 有点 央翁一溜 对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 说谁好 谁不好 各有各家的 一家之间 这没有关系 但是 今天就把翁方刚 说这个死保守派 说刘雍 是怎么这么 创新 完全没有 一点古法 这么说 我想 不仅是对 翁方刚的污蔑 也是对 刘雍的书法的 一个不真实的 这么一个 评价 所以我们说 对于前人 讲的一些东西 或者流传的故事 大家一定要 细看末迹 千万不要 人云亦云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 一个卷子 这个卷 就是开卷 有益的卷 书卷器的 这个卷子 我们先用凯书 向大家演示一遍 谢谢大家 这个卷子 它的组合字很多 比如说 卷起千堆血 风卷 这个卷子 或者是这个 这个皮卷的卷子等等 它的组合字很多 而且尤其是上边的这一个部分 另一些是组合 比如说 营养的养字 圈姬的圈字 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第一个字拿出来 能对很多很多字 起到一个提纲血领的作用 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卷子 应该说不是一个规范的写法 规范的写法是怎么写的 我们检视一下 注意这个下方啊 这个地方它不封口 它只在这挑了一个沟 然后这下边呢 这样写过来 还有的呢 就在这地方也挑个沟 有这样写 相比之下方这种写法 在前辈书家那里 几乎见不到 我们不把话说绝对了 就是几乎见不到 都是封了口 可是规范字当中呢 这地方是不封口的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写慢一点 把这个技法再说 明白一些吧 左边这个点 我以前在说过 是这样一个角度 注意看这点是这样的 就是向外边倾斜 向里边这样 挑勾 这一笔呢 是个小短撇 但是一定要当点来写 不能撇太长 两横呢 下方的两横要相对短一点 偏那要放出去 这叫有伸有缩 两横短一点是缩进去 偏那放开是伸出去 再看一下 这两笔是短的 稍稍康间一点 就是向右上方 靠近一点 注意这一笔 在中间起笔 这上面相对来说 是比较正 到这个地方再拐过来 不要拐太早 比如说这样的字 拐太早就不好 就比如这样 这就不好看了 要在这个地方拐 这个字显得就很凝重 再写个整体的 这个瓶是很见功夫的 那比有些人呢 就是这个事情 就虚拐露出一点来 也没有关系 就这个地方 稍微露出一点来 没有关系 下方的前辈书家 还有这样写的 这样写也可以 下方写出这样一个 兴致也可以 所以下方好像 像四字一样 封了口 不封口可以不可以 也不严格 因为毕竟不是在写 四和以的区别 因此在这个地方 不十分的讲究 但是这拐笔 注意看这个拐笔 有一定的技术性 这拐过来 注意看这一笔 挥风收 是这样 整个的这个卷子 说起来难度不是太大 但是呢 你的基本功如果好的话 当然很轻松完成 如果基本功不好 这个卷子容易写的歪斜 就是关键是 长平长纳 这两笔处理不好 这下方 就是纤级上有问题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字的新书写法 注意上面这两个点啊 在凯书当中 也可以写成一个短片 这 这写成一个点 然后这样写 在凯书上 也可以这样写 行书上呢 像我介绍第一种凯书 这样写可以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就是这样写 也可以 没问题 还有的千辈书家呢 写新书的时候呢 这样写 下了一竖 拐过来 注意看 他省略了这一笔 把这笔省略了 他用这个地方往上一带 一笔两带了 再写下看 点点数 笔顺上出现了问题 从这 再看一下 一点 一点 在这时候开始写树 然后从这转过来 也很美 比如再看一下 比如这个卷子 就没问题 有这么两种写法 但是我们刚才介绍的最后这种兴书写法 已经接近于草书的写法 兴书呢 还有的这样写 下面直接点两个点 比如说上面这样写完了 点两个点 这也可以 或者是我开始说的 写完之后写成这样 也可以 大家知道 在新书上变化很多 有很大的随意性 但是一定要一时 让人容易认读 大家看看这字草书的写法 草书这样 一点 一点 省略了多少呢 省略了一瓶 一那 省略了这个 再看一遍 但是注意下方 不是简单的点了个点 不是这样的 注意看 不是这样 下方是 网上写了这样一个星体 稍稍有一点弯 干嘛呢 已表示下方是有这个点化 就这个点化 所以 千辈书家很讲究 他写在这儿时候 这拐弯的 这要撞了 是这种星体 所以 既保持了 汉字的原始状态 又保持了草书那种简洁 简约 方便 又美观 所以 我们在学书法之后 你看到古人写的字之后 你真是有时候 叹赋不已 使我们背生 敬略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